我已經喜歡你很久了 你就從了我吧 我不會虧待你的 你放棄我 你這個聯邦你放棄我 臭婊子敢打我 你別過來 你別過來 來呀來打我啊 來啊打死我 你別過來 殺了我你再過來 我就死給你看 臭婊子算你有骨氣 你不讓我得到你 我就讓你嘗嘗失去其他痛苦 媽 媽 少爹 你吩咐的事情已經準備好了 好 那就從成家開始算起 是 少爹 近日以後 金海再無成家 恭喜成少爺喜氣聯姻啊 謝謝謝謝 成少爺 以後飛黃騰達了 可別忘了提携我們 這周家可是首居一致的 名門望族啊 肯定不會虧待你的 客氣了 真是無一點小心意 請小娜 還有 讓你破費了江家主 客氣 好 您請 奮我家公子之命 今日成家婚宴 特意送來紅木鱗問一份 預祝成家 滿門見面 一日成家婚宴 特意送來紅木鱗問一份 預祝成家 滿門見面 混賬東西 如此膽大包天 誰敢挑釁我成家 還不快快滾出來受死 你家公子是何人 我們成家可有得罪之處 我們公子是何人 很快你們就知道 只不過 到時候你們成家的末日也到 放肆 我管你們家少主是何來歷 今天他如果敢來的話 我就讓他跪地求饒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麼本事 能讓本少有來無回 跪地求饒 今日成家的婚禮 恐怕要變成葬禮了 那我今天就要你的小命 好好的人不做 非要當走狗 哼 那我就不客氣了 啊 你 你給我等著 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可從來沒有得罪過戈侠吧 程玉隆 你可真是貴人多忘事 五年前你和我同幾大家族 殺害一兄一嫂 做盡丧頸天良之事 你都忘得一乾而淨了 你是固人 這狗子阿嬢 居然沒死 當年我義父在亡命徒手中救你一命 在你成家危難之際 扶你成家何止一字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你成家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義父給你的 你到底想說甚麼 我義父戴你不薄 你這個白眼狼 非但不敢恩戴德 居然殺我小家 害我脱骨 你個狗雜種 五年前你命大沒死 五年之後 你居然還來死 你就是蕭家之前那個雜種養子 固然 我看你是找死 本小姐可是周家千金 你敢逗我一個試試 玉叔 王八蛋 竟然敢殺我老婆 我要你尝尝失去親人的滋味 如今金海寺大家族 已經強強聯手 你一個小喽喽 能掀起甚麼風啊 就憑你 也敢在我們家公子面前叫嚣 失去的話 就趕緊跪下 自己去周家 自問切碎 你侮辱我姐姐 我要讓你不得好死 就算你武功再高 也抵不過手槍吧 再說了 我靠山馬上就到 好啊 還有甚麼靠山儘管叫過來 本少一併解決 你會為你的狂妄付出代價 我會親自提着你的骨 到我依父母前 祭奠他的在天之力 校尉都要來了 他如果想動你 不過是動動手指頭吧 吳小雷 你終於來了 當眾行凶的歹徒 人在哪裡 救他 救他當眾行凶 就是你在此行凶 是我 你就是成家的靠山 我不是成家的靠山 只不過你在此行凶 我當然要將你繩之以法 好吧 你們也該上路 固然 你該不會以為 你還有機會出手吧 哈哈哈哈 即刻恕酒這群 抗令閣就已閣上 九教令 屬下拜見九軍總教 九 九軍總教 我可能 我還有一筆賬 要跟成家清算一下 屬下明白 吳小雷 我錯了 請你讓我一條狗命 顧 顧小雷 你剛剛可不是這麼說的 顧小雷 到處都是我鬼迷行腳 顧小雷 我也是卑鄙無奈呀 顧小雷 你這個白眼狼 我如何像殘死的一夫一母 以及那無辜的蕭家二十一口人交代 黃泉路上 本少已給你們留好 這杯焚頭酒 賞你 動手 把周韵如的屍體帶回周家 順便告訴周家一句 七日之後 本少將親自登門拜訪 是 如今 金海就剩三大家族了 就這樣殺了他們 未免也太便宜他們了 再過半個月 就是我一父一母的忌日 我要讓他們跪在我雙親面前 吐哭忏悟 少帝 有什麼需要屬下幫忙的 我無寒 萬死不辭 不錯 沒給我們斬不丟人 少帝過獎了 這是屬下職責所在 應該的 我們走 我 當年蕭家出事之前 我義父將年幼的宛如送到外地 交給一對夫妻撫養 我帶她如親妹妹一樣 她是蕭家唯一的血妹 我就算付出一切代價 也要和她一世周全 看得出來 少帝 一直把宛如掛在心上 明天立刻起程 先把宛如接回來我才安心 少帝 還有一件事 不知當獎不當獎 直說無妨 如今蕭家古宅 已經被陳家佔領 少帝 您 先把宛如接回來 然後再回蕭家 給一夫一目安各臨位 屈屈陳家 跳梁小丑啊 到時候再收拾她 是 竟然有這種事 她好大的膽子 那小子當年死裡逃生 她現在復仇回來了 那小子居然大難不死 歸來還滅了成家 連周韻如都敢殺 她是瘋了不成 只要我們三家有意聯合 她若敢來 必讓她有來無回 這死丫頭 午飯給我做好了嗎 到幾點了 還不趕緊給我去做飯去 在我這兒白吃白喝 我早晚把你給賣了 走 進去 媽 度假親戚馬上就要到了 您真要把這丫頭 賣給他 你個臭小 心裡想什麼 老娘還不知道 媽 我徇思真的 我還沒媳婦呢 陸雅芝可是給了三百萬 有了三百萬 你能娶三百個媳婦 媽 我還沒那麼好看 怎麼可以便宜了別 你心裡想什麼 老娘還不知道 小丫頭 給我 給我回來 我做錯什麼了 你哥累了 趕緊進去給他按按摩去 快去 萬如 哥一定會好好疼你的 不要 不要 叫我 叫我 簡燃 今天我救上了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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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三秒後 你的髒手如果再放在我妹妹身上 要你的狗命 你是誰 你敢在這裡猖狂 哥 你真的回來了 我很疑 温柔 哥回来了 谁干的这事 我打的又怎样 哪来的狗杂碎 敢跑到老娘家撒野 你动得少 这又怎么样 我一父一母给你们五百万 五百万 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妹妹的 打断他们的腿 留他们一条狗鸣 杜家的千金小姐杜雅芝 马上就来了 她要是看到你们在这撒 一定去你们狗鸣 杜雅芝 不瞒你们说 我已经把它卖给杜雅芝了 至于她怎么处置 那可就与我无关了 什么 你们最好待在这儿别走啊 一会儿她来娶你们狗鸣 我被每套商品卖了 杜雅芝可是我们是 三大商业集团之一的 杜氏集团的大公主 她父亲杜建华 那可是身价几十个亿的 商业大佬 最好让她早点 我也难道 杜雅芝马上就到了 你们全部当死吧 放死 杜雅芝来了以后 一定把你们分尸万顿 再吵 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 爸 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就让小姐的先进 给我地方了 难道你还不清楚 你已经闯了大祸了 闯祸 小宛如是顾家公子的妹妹 她若知道 你要买小宛如 哼 她会许你狗命 什么 顾家公子 别说了 带进去之后 乖乖跪好认错 问什么答什么 否则后果自负 是是是 杜小姐您来了 哎呦 连董事长您也来了 哎呀 太好了 这事太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几个狗杂碎 想带走小宛如 给我闭嘴 你想死 别连累我们 董事长 这 属下杜建华 拜见少帝 还不快跪下认错 顾公子 是我永远无中 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请您饶我一命 我女儿虽然不知天高地厚 但也是无心之过 还望少帝 饶她一条性命 你把此事如实招待 是是是 我一定如实交代 绝不敢有万句虚言 听说 你买了我 少帝 我真没有 我跟他们说 我弟弟看上了少帝夫人 三百万分离 问他们愿不愿意 把女儿嫁给我 宛如是我的妹妹 这次 我就饶了你们的恐怖 我们走 陆小姐 这几个家伙究竟什么来着 抱歉 你们没有进 陆柔 一定我们就回家 是时候给妈妈上住香吧 可 四大家族如日中天 我们惹不起 他们蹦倒不了多久 我们萧家的血虫 一定要人的血尘吸尝 哥 不管如何 我都会眨在你这眼 不算是死 放心 这天底下没人上得了 请萧 给我准备请帖 明日我萧家回归 请京海诸位的 我萧家辅舍做客 把吴涵也叫回来吧 扔得那些不长眼的东西 又让本少打开杀戒 接一副一母 灵魏归族 我不想见醒 是 少帝 就凭你 却去一个萧家的养子 侥幸存活了下来 还敢扬言要回归 真是可笑 简直是 自不量力 明天 大家都过年这一段 要上这小子 踏入陈家办法 我就不信陈 是 还有 明天江家也会过来 都给我放机灵点 别给我惹出什么事段 怎么 江家主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这个臭小子 如何进在陈家大门 跟这个丧家知情生计 不值得 今日他若敢来 我就把他 狗腿打断 这小子还来不来 莫非 他敢耍我们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要杀了这个杂随 放弃我心头之痕 来了 这小子还真敢来 请走一个事实 狂啊 你倒是狂啊 吴小伟 什么份 把你给出来 吴小伟 这是我们的私人医院 明明要麻烦您快处理这事吧 少帝 门外的兄弟已经安置妥当 只等您一声另线 现在还有人要拦我们吗 那等本事出来再解决 遵命 都给我跪下 跪好了 义父 义母 我小子固然回来了 当年若不是您二老收缘我 是我如亲子 我早就流落街头 成为孤魂野鬼了 可如今 狮狗五载 我再次来至孝教老寨 几百宁门二老 你放心 我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 以他们的鲜血 祭奠我们孝教二十一口的在天之灵 我现在就去清掌 郭公司 看在我当年给你父母交好的份上 就放我一马吧 我求求你了 我知道错了 你还知道他们带你不报 可你呢 我义父义母当年刚走 你就迫切霸占我们肖家老宅 我跟宛如刚回来 你就要灭我们 这就是你说的报恩 我再也不敢了 我知道错了 你就帮我一马吧 求求你了 半个月后 就是我义父义母的忌日 到时候你跪在二老面前 跪地忏悔 你死 我放陈家其他族人一条生路 当年涉事之人 全部到他们坟前跪地自问 若少一人 我灭你们全叫 你们真走运呢 又多活了半个月 你可妄八蛋 你以为我真是凭你们摆布吗 太天真了 这小子不是什么山茶 我要去国外避避风头 也好 举手 给我第五张机票 我要出国 家主 您的身份证 已经为全国境内限制通行了 什么 莫轩 你还好吗 我回来了 哎 哎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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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回来了 吃吧 不能吃 为什么 你看我手还没好 那我喂你吃 好呀 啊 好吃吗 好吃吗 你喂的最好吃 再来一个 你的手 不是还没好吗 是啊 刚才还不行了呢 怎么突然之间就好了 好神奇啊 你居然骗我 我没有 还说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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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少帝 有人求见 说是从江南而来的顾家之人 顾家人 从八年前开始 我就跟顾家再无任何瓜葛了 告诉他 本少爷不见 送客 是 大少爷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大少爷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顾管家 我早已不是顾家之人了 别再叫我大少爷了 我受不起 大少爷 你还在生老爷的气吗 老爷 也是有苦衷的呀 当年 你爷爷他 说了 我不想听了 锦销 大少爷 您听我解释 当年 二爷将您驱逐出去 老爷就一直苦苦寻找您的踪迹 却得知您在今海 什么 原来 老爷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您 一直关注着这边的动向 所以我才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真的吗 千真万全 如今老爷重病垂危 最后的愿望 就是能 看你 你就和我回去一趟好吗 难道当年的事 真的是误会父亲 你 请不及 好 清休 我要去林家一趟 要感谢林伯伯 是 上一次 本少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如何了 谭公子 这是我们林家的老宅 您非买不可 林志强 本少叫你考虑 那是给你面子 你 我谭家 看上这里 是给你林家的信誉 你这是要逼死我呀 哦 对了 你们林家已经没了 留着这么好的房子 做什么呀 怎么 你想 出儿 反儿 好 合同 我接 见了他 以后这里都是我的了 都给我滚出去 什么 见了他 以后这里都是我的了 都给我滚出去 什么 无偿转让 谭阵 你未明也太过分了 欺人太甚 顶嘴 你这个畜生 别敬酒不吃 吃罚去 不可能 我林家的族业 不可能无偿给你 滚蛋 你到底牵不起 父亲 拿来的狗东西 敢找我吗 肖长 我谈着 乃是天舞会副会长之词 敢找我麻烦的人 不是藏啊 就是废了 是吗 我谈着 乃是天舞会副会长之词 敢找我麻烦的人 不是藏了 就是废了 是吗 刚才好像是你被打了 我刚才是个意外 哦 是吗 你小子敢偷袭我 你不想武德 你这个小人 只知道欺负老人家跟弱女子 小子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躲成你胃狗 废话可真多 贺人 是你吗 是我 林伯伯 我回来了 滚蛋 别高兴太早 我这就打电话给副会长 天舞会 雷丽 你叫谢宗希过来 安排人心理明护 否则 本事要踏平的天一 天舞会 雷丽 你叫谢宗希过来 安排人心理明护 否则 本事要踏平的天舞会 笑话 我父亲一到 一定将你身上的骨头 一根根本敲断 给我报仇血痕 别敢伤我成儿 赶紧给老夫滚出来 你死 你终于来了 天舞会的副会长 谭秋林 哼 又来了个赵死 太爷 刚才这是个误会 你可别动你 误会 我看你就是 陈欣要我儿子的命 太爷 你听我说 听你的 你 你这么什么东西 放手 真有两下赞 连方忠义都不敢在我面前出手 你算个什么东西 方忠义 好大的口气 吹牛也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能惜我之人 纵容着畜生 杀人放火 欺负人家 简直是罪该万死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 金海市天舞会的副会长 你敢杀我 那你这个狗民 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然 快别说了 你闯大火了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 金海市天舞会的副会长 你敢杀我 那你这个狗民 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然 快别说了 你闯大火了 哦 你得罪了天舞会的人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才不怕 不然 你快走吧 如果天舞会的会长 方忠义来了 你就完蛋了 我倒要看看 天舞会能把我怎么样 爸 我已经给方会长 打过电话了 他以后就逃 一定要杀了这小子 方能解决我心头之恨 方会长 你终于来了 方会长 就这小子 他打伤了我和我儿子 还对您大不计 方会长 您得替我们报仇啊 哦 是 方会长 方会长 你终于来了 方会长 就这小子 他打伤了我和我儿子 还对您大不计 方会长 您得替我们报仇啊 哦 是 方会长 方会长 你不要慢慢折磨他 是 哎呀 哎呀 方会长 你 滚 方会长 你不认识我了 如果你再不闭嘴 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 我 天舞会方中意 拜见少帝 起来吧 这小子 到底是何方 神圣 把我们谈成事了 这小子 到底是何方 神圣 把我们谈成事了 是我管教不力 您息怒 起来吧 谢少帝 既然人都来了 那就顺便 把天舞会的这些败类 清理掉 是 少帝 方会长 方会长 我永远无助 你就饶了我吧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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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武之人 不是我的气候法师 会你还是天舞会 方会长 基本上连这个道理 都不懂 方会长 方会长 饶我一条狗鸣 我再也不敢了 可惜 方会长 饶我一条狗鸣 我再也不敢了 可惜 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少帝请指示 回去吧 是 少帝 果然 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伯伯 您对小家有恩 我是不会让人欺负林家的 看来你一夫一抹 当年没有看错人 这一次 小家复兴 有望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发誓 要给小家保重 星海这几大家族 事与都很强大 你要注意安全 不过都是一些欺软怕硬 狗胀人士的小人罢了 好 这一次 小家复兴 有望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发誓 要给小家保重 星海这几大家族 势力都很强大 你要注意安全 不过都是一些欺软怕硬 狗胀人士的小人罢了 好 小家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我倾尽全力 还有一件事 我也要告诉你 说 你知道华天集团吗 华天集团 是我一父一母的心血 两天后 华天集团将在 金海拍卖场 进行拍卖 什么 这一次 遗上华天集团的是 洛家 我父母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让别人 夺走的 你放心 两人之后 我亲自去一趟 洛家势力强大 你可要处处小心 你放心吧 林伯伯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夺走华天集团的 这一次 遗上华天集团的是 洛家 我父母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让别人 夺走的 你放心 两人之后 我亲自去一趟 洛家势力强大 你可要处处小心 你放心吧 林伯伯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夺走华天集团的 哦 对了 林伯伯 听说 林家生意上 出了点事情 我特地给你送一份礼物 林姨啊 我领了 但钱 我不能收 把钱拿着吧 先渡一下难关 既然 你一发心意 那我先收下了 就当是我林家 先借你的 行 那林伯伯 那我就先走了 林伯伯 好 两千万 可恶 固然这小子 过车要命 我江家不成 我们可不能就这样 坐以待毙呀 必须得想念办法 老子就算死 要拉他一起下水 喂 小姐 两天后的拍卖会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奶奶交代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拍下华天集团 是 小姐 固然 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 我还在等你 请消 明日起程 去一趟落脚 是 少帝 叫你们两个来 是有两件事要学吗 什么事啊 奶奶 同学 虽然你为公司付出很多 但是 我考虑 你还不足以上任公司 总监这个职位 我打算 让小倩 接替你的位置 怎么 奶奶 这恐怕不合适吧 其实 唐姐她一直很努力的 很多事 不是努力就可以的 特别是总监 这个位置 需要一个能力 更全面 领导能力 更强的人来担任 所以啊 我认为 小倩 是最合适的人选 女生 奶奶 是我哪里 做得不够好吗 您告诉我 可以改的 我是在向你们宣布 不是来和你们商量的 奶奶 我 先出去冷静一下吧 五分钟后 我宣布第二件事 奶奶 这未免有点太残酷了吧 唐姐她一定很难接受的 商场如战场 即便是家族生意 也不能有人情味可言 奶奶此言极是 你也下去准备准备吧 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好的 我去安慰安慰唐姐 哼哼哼哼哼哼 哭得这么伤心呀 我早就说过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奶奶真是灰眼石珠 瞧 这点困难你都承受不起 我看啊 你还是做小职员吧 你真是灰眼石珠 瞧 这点困难你都承受不起 我看啊 你还是做小职员吧 哈哈哈 洛小千 嗯 你一直不喜欢我 肯定是你在背后说我害话 对啊 谁让你不如我呢 哈哈哈 你千太善 谁让你爸爸当成针对我 如今他老人家坐上轮椅了 终于想惊服了 我不知你侮辱爸爸 我现在是公司的总监 你给我老实点 现在可没有你爸爸给你撑腰 我爸爸对洛家忠心底力 为家族事业轻出了一切 从头来去遭到如此地步吗 洛家对他可是够人次的 一直给他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还想怎么样 你们这全白眼了 你得会造报应的 哼 你就在这好好哭吧 可怜虫 你 奶奶 另一件事是 孟轩 我知道你很难贴受 但你对洛家付出的心绪 大家有目共睹啊 是啊 唐姐 其实大家一直都很支持你的工作的 不瞒你说 郑家的大少爷一直很忠义 如果你肯嫁给他 我们洛家就能得到五千万的融资 什么 奶奶 你要让我嫁给郑家梁 哇 唐姐 真为你感到高兴 郑家可是大家族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好的命呀 怎么 你不愿意 奶奶 你至少跟我商量一下吧 和你商量什么呀 奶奶我就做主了 郑家大少爷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就是呀 唐姐 况且你还为洛家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那可是五千万呢 小倩 你是在看我笑话吧 怎么会呢 唐姐 我可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 别装了 你分明就是在讽刺我 唐姐 你可真厉害 随便勾搭一下郑家的少爷 就拿到五千万的巨资 实在令人敬佩 我看你除了这张脸 好像也没其他的什么吧 奶奶 我是不会嫁给郑家梁的 还轮不到你做主 凭什么我的婚事要让你们来做主 你能够嫁给郑家 那可是野鸡变凤凰了 那你去嫁好了呀 人家看不上我呀 那罗小倩 孟轩 你别耍脾气 郑家可是名门望族 嫁给郑家 你这辈子都是荣华富贵 还能为我们洛家 带来那么多的利益 你何乐而不为 奶奶 原来你让我嫁去郑子 是为了讨好的 原来我在你心里 我就是一件交易协事 放肆 你敢违背我的旨意 孟轩 财礼我们已经收了 郑少已经放话了 十天后直接成婚 你若不同意 郑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你就是家族的罪人 奶奶 你说逼死我吗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也不是小孩子 该为家庭和家族想想 奶奶 你说逼死我吗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该为家庭和家族想想 你若敢不吐 你爸的医疗费 洛家不会再出一分钱 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爸 痛苦地死去吗 堂姐 你这可是为洛家立下了汗马 功劳 董事长 有位辛苦的公子求见 让他进来 哪 不会是看上我堂姐了吧 什么 堂姐 我就说嘛 你这种脸啊 人见人暗 哪个男人见了 不是魂都被勾走了 不是你胡说什么呢 保公子 今日拜访我洛家 所谓何事啊 ? 洛公子 今日拜访我洛家 所为何事 洛萱 你跟这位公子认识 我跟他 不认识 不认识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位应该是你五年前救下的那个 洛水狗吧 怎么 我说对了 没错 就是我 原来是你啊 看着这么远的手 这家伙可是在我们洛家白吃白喝了两个月 天天打情骂俏 我还看到他们两个偷偷在房间里面偷情呢 哎呀 没有脸的样子 可真是羡煞旁人呢 洛小县 你胡说什么呢 就算堂姐把处女之身给了这个狗男人 她还不是不辞而别了 可真是个白眼了 闭嘴 哟 还不是不辞而别了 可真是个白眼狼 闭嘴 哟 你还想替洛梦轩说话 哼 还想跟他再续前缘 我今天来这儿不是跟你伴嘴的 黄鼠狼给鸡拜您 本安什么好心 今天我来 是给洛家带了一个礼物 哎哟哟 让我看看 你这送来的是什么破玩意儿 哎哟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塑料的吧 洛小姐简直是孤陋寡闻吧 连岁玉玉展都不知道 我们洛家收藏的可都是宝贝 这一看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确实不值什么钱 不过可以买下洛家了 你这牛可别吹大了闪了腰了 我们洛家可是你想买就能买的 真是可笑 别说了 宋客 慢着 宋客 慢着 我有几句话 要跟孟轩说 我没有什么和你好说的 孟轩 你还在恨我什么 人家如此强势 我父亲也瘫痪了 我不能把他拖进这趟浑水之中 恨你 我和顾先生有过什么吗 你不要自作多情 当初我救你 不过是看你可怜罢了 孟轩 我不相信这是真话 我洛孟轩堂堂千金小姐 怎么会看得上你这个落魄浪子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 我有未婚夫 她是郑家的大少爷 家产出十业 我们现在特别的相爱 是吗 所以 你不要再来找我 哎哟 就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胖尿照照自己 就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胖尿照照自己 不知好歹的东西 就一块破玉 还想收买我们洛家 哼 少弟 我觉得洛小姐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刚才那些话或许是有什么苦衷 既然她有自己的生活了 那就不打扰她 过去发生的事情 只能做一场梦法 我们洛家难道是她这种 无名小族高盘的吗 再说了 郑家少爷这么有钱 她凭什么跟人家比啊 唐姐跟郑家少爷 才是天生一顿 好了 把地上的玻璃渣子打扫干净 废气 好的 我这就派人打扫干净 我这就派人打扫干净 奶奶 不过是一堆玻璃吧 根本不知情人 不 这不是玻璃 什么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碎星玉 奶奶 这一看就是劣质玉 那穷光盾怎么可能买得起碎星玉 你一定看错了 不 没有看错 这碎星玉乃是玉中极品 比钻石还要贵 不可能 奶奶 这碎星玉 鸟玉极其其罕见 特别是这碎星玉雕刻的玉璨 更是价值连城啊 碎星玉雕玉极其罕见 特别是这碎星玉雕刻的玉璨 更是价值连城啊 奶奶 这一斩 值多少钱啊 他可以 租可以买下我们整个公司 什么 奶奶 爸 奶奶说让我嫁给蒸家粮那个变态 如果我不嫁 就把我们逐出洛家 什么 这分明事把你往火坑里推啊 奶奶还说 如果我不嫁给蒸家少女 就不再付医疗费了 简直是忘恩负义 我为洛家付出这么多心血 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换来的却是打压与排挤 简直是毫无人性 爸 我们该怎么办呀 时刻关注洛家的动态 不要让孟轩受到一点危险 是 少弟 时刻关注洛家的动态 不要让孟轩受到一点危险 是 少弟 准备一下明天拍卖会的事宜 华天集团本属于萧家 花多少钱要把他拿下 遵命 奶奶 您找我 明天华天公司拍卖 务必把他给我买下来 放心吧 奶奶 萧家已经被灭了 他们的产业也必将属于我们 我给你准备了二十个亿 应该足够 等我好消息 奶奶 哥 我去一趟卫生间 去吧 你来凑什么热闹 我来看看洛家是如何丢人一眼 这是拍卖会 不是菜市场 我知道洛家 一直寄予华天集团 不过华天集团是萧家的财产 我不许任何人打他的主意 就凭你 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今天 洛家是必要拿下华天集团 好啊 那咱们就走着球 你干什么 长得不赖嘛 交个朋友 不好意思 我哥还在等我 我是金海江家的大少爷 江山 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对不起 我还有事 还没有我江山勒不到的女人 不好意思啊小公子 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你怎么不给我面子 温柔 你没事吧 哥我没事 小子 你摊上大事了 我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啊 那咱们走着瞧 拍卖会现在开始 起拍价五亿 每次叫价不低于五千万 六亿 七亿 八亿 九亿 九亿 十亿 十五亿 看来这家伙果真不一般 昨天送给奶奶价值连成了玉佛 今天竞标华天集团一点也不手软 这个丧家之权 到底什么来的 看来这小子是要跟我死磕到底了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们江家的实力 十五亿一次 十五亿两次 十六亿 看来江公子今天是志在必得了 我江山想要得到的东西 还没有得不到的 华天集团必将属于洛世家族 你们就放弃吧 那你得问问江家是否容易 二十亿 二十亿一次 二十亿两次 三十亿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的 我江家可是金海市的名模忘祖子 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才打西俗的神秘人物 奶奶 不然那小子要出三十亿精派华天集团 什么 这家伙是开硬抄机的吗 谁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这下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怎么办 哼 既然他这么有钱让给他就是 何必花这个冤枉 明白奶奶 华天集团 迟早是我们落子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 他能蹦的几天 三十亿一次 三十亿两次 三十亿三次 恭喜七号嘉宾以三十亿的价格买下华天集团的所有权 哥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华天集团是萧家的财产 华天集团是萧家的财产 花这么多钱 值得吗 华天集团是我一父一母的心血 我不许它沦落到其他的家族 小子 我们走着瞧 真是人傻钱多 为了区区一个华天集团花三十亿 爸 华天集团被别人拿下了 什么 有人出高价 一个叫固然的小子 出价三十亿 拍下了华天集团 固然 你是说五年前被死的家族灭族那家伙吗 好像是的 他妹妹叫萧婉如 看来是萧家人 又是这个臭小子 很明显 这能干涉我们江家生意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固然曾经被固家诸书家族 后来又被萧家收留 后来萧家被秘除 我以为萧家已经绝后了 没想到固然和萧婉如都还活着 原来如此 没想到固然和萧婉如都还活着 原来如此 固然是来报仇的 你要小心啊 我倒是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 这家伙把近海市的名门妄族都得罪了 我一定给这小子点颜色瞧瞧 你跟踪我 陆小姐抱歉 是固然让你跟踪我的饭 陆小姐 少帝派我来保护你 别无他意 他还是保护自己的 尖海各大家族都得罪了遍 陆小姐 我们都是女人 我深深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心里也是有 闭嘴 小姐心怒我跟他只是误会 我从来没有误会当初救他 也只是觉得他可怜 我 知道你心里也有闭嘴 小姐心怒 我跟他只是误会 从来没有爱过他 当初救他 只不过是觉得他可怜而已 如果我的关系 让他有什么误会的话 那我道歉 陆小姐 少帝心里一直有你 当初选择不辞而别 是担心自己招来杀身之父 人类也会落在 少帝心里一直也很愧疚 也让你受了委屈 如今少帝已经是脱胎换骨了 希望您再给他一次机会 别说了 你 陆小姐太疾人太善了 竟然将你 当做交易的筹码 嫁给郑家 我也是身边有几啊 不得不考虑周见 陆小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人善被人欺 您不能任由洛家摆布啊 那又怎样 我已经被辞去总监的事件了 现在 一点权力都没有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告少帝 他一定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的 不行 为什么 您在洛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了 如果我跟洛家对着干的话 我爸爸怎么办 他已经瘫痪了 每天靠着洛家这出高额的医药品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被逐出洛家的 陆小姐 你慎重考虑一下 金少帝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亡命制度 他一定可以保护好你和你的家人 如果你嫁给郑家 真的不知道会受到怎么样的委屈 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我不想 真是 洛小姐 你不知道会受到怎么样的委屈 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更我想成为他的负责 洛小姐 你们明明那么相爱 你为什么要回避呢 少帝巴不得你回到他的身边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 小姐不见了 什么 小姐不见了 人在本少手上 想要救人 来我江教室 我妹妹少半个寒暴 我一定让你不如惨重的带 好啊 你若来迟了 我可不敢保证 你还能不能看到他的全尸 你给我等着 麻烦你快点 我可是个急性子 别说 你可马上就来救你了 你干什么 我既然得不到你 那我就要毁掉你 你干什么 我既然得不到你 那我就要毁掉你 天大 哈哈哈哈 谁让你不从我的 居然我江少的人 就没有合法 这次你找错人了 我要让你哥亲眼看到 不是如何折磨你 这能知道 得罪我江少的下方 你的死期到了 我哥会牵手杀的你的 哦 你是吗 我在外面安排了十七个踏实 我倒要看看 看你 不过是一帮虾兵蟹酱而已 哥 你来了 王柔 你没事吗 我没事 你来的正是时候 再晚一步 这个贱人 真见不到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再进一步 要杀了他 你有什么事 拿着我来 听说你灭了陈家 还招惹了陈家和江家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跟金海的 鸡鸡家族对着干 我看你是不想 他们杀了我 萧家的人 我是过来报仇的 恐怕你别有情 哦 是 听一听 我就要替金海 其大家族杀了你 恐怕你也没有 这个机会吧 我倒要看看 是你坏还是超快 别笑我 别笑我 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 没事吧 没事 家家家大业大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给你三十秒的时间 打电话给你的套事 我给你三十秒的时间 打电话给你的靠山 好好好 你们 爸 你快来救我 他们要杀了我 混账 谁个小玩意子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连固然我都不认识了 固然 我江家在金海什么地位 你是知道的 我劝你鸡翅首首 开工就没有回头见 我在那等你 好啊 那我就让你瞧一瞧 我江家的厉害 半小时之后没到 就给你儿子收尸吧 你敢杀我儿子 我命你全坐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见 我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金海之王 雷丽 手下在 打电话给吴孝伟 叫他过来收拾这个烂摊 是 你简直是疯了 金海之大家族 你都敢招惹 不过是一帮小人狼 被围奸吧 你会后悔的 该后悔的人 应该是你妈 儿子 你没事吧 你来的正是是我 再晚一会儿的话 你儿子的头就落地了 忽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知道的 我是要给萧家报仇的 我本来要他多过几天 谁让你儿子不成奇 不要勾搭我妹妹 今天 我们就好好算算这笔账 那当初是成家又灭了萧家 跟我江家并无关系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你们几大家族强强联手 怎么可能灭了我萧家 我江家什么都没有做 江家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在门外已经被了一百位精兵枪架 你能不能走出枪架 还是会直出 好 那咱们就走着请 吴小伟 拜见少帝 起来吧 谢少帝 少帝 门外的虾兵蟹将已经清理干净 请您指示 是 爸 爸 他 他什么人啊 别说话了跪下 小伟 这是个误会啊 误会 你以为我不知道 多年前 你伙同其他家族跟萧家灭了门的事吧 吴小伟 是我一时糊涂 伤了成家的贼船 我与萧家并无怨无仇 是成家与金海其他家族 江强联手 江强联手 强拉我江家下水 我发誓 萧家的人 我一个都没有杀过 你没有动手 你就没有罪了吗 吴小伟 我给我公子道歉 我愿意 把我们江家所有的财产拿出来 给萧家作为补偿 你的死期已经到了 今日过后 金海 将再无江家 吴小伟 我江家犯下的错 由我江海一人承担 我只求你 给我江家留一个活口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小子 是不是调戏萧家的亲戚大小姐 我敢死 我敢死 你胆子可真大 少帝的妹妹 你也敢动歪心死 我也是孤独 见死其一 求你饶了我 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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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帝 怎么处置这家伙 我想听听宛如的意见 哥 我 没事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哥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好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 严格来说 是三次机会 我 莱莉 拿甩中国 只要你能赢我一次 我就让你活着离开江家 你先来 你只有两次进 你还要最后一次机会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你离活着离开这 你差一遍 我求你饶了我 我我知错了 怎么 你不想活着离开这儿了 我敢死 我敢死 不 在结果没出来之前 人都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这次我先来 我想你应该赢了 混蛋 你在干什么 现在机会 掌握在我的手里 机会 永远掌握在老天野树里 让我扣动扳机 就会给你打死了 你未免也太过乐观了 如果你跪在地上 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就可以饶了你 我会在你开枪之前 你先打死 我不相信 世界上会有比子弹更快的东西 那你就试试看 不 我就要看到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混账东西 你若再不把枪放下 羞怪我对你不客气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跟这一度 人 没有胜算 你杀了我全家 我要报仇 只要你把枪放下 才有机会报仇 否则你杀了我 你必死无疑 杀了你就足够了 不不不 我要杀的人是萧婉如 她是萧家唯一的活口 只要杀了她 萧家就灭门了 杀你全家的人是我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 我才不会杀你的大 你不过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只要萧家还有一个活口 就是金海各大家族的威胁 我就要要了这个臭婊子的狗命 啊 啊 啊 笑里没有子弹 没有子弹 宛如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 你自己不知道真气 你妈套路猪牌 啊 少帝只是为了考验你的诚心 给你机会 物中用了 看来有些人 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废物 你的死情到底 啊 一个人认为我是该死 是无论如何 是无论如何 因果的 少帝英明 不仅给了这个混蛋机会 还取了他性命 真是虚定律长 刚刚我的心脏 差点提到嗓子痒了 这个王八蛋 竟敢把江家灭门 他好大的胆子 现在这小子竟如此厉害 为了给萧家报仇 已经接连灭了陈家和江家 两大家族 接下来 他肯定该找我陈家寻仇了 不然这小子 果然有鼓起 为了给义父义母报仇 接连江成家和江家灭门 看来 他现在的实力 的确不容小觑啊 是啊 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 送给奶奶如此价值连城的玉簪 又吃资三十亿买下华天集团 一时间成了今海市的风雨任务 我们不能和他对着他 否则 对谁都没有好处 奶奶 如果洛蒙学和固然是真心相爱 那郑家那边 可如何交代呢 你说的对 两边都不能 得想个万全之责 看来洛蒙轩是死都不会嫁给郑家了 如果又固然撑腰 他就更不怕了 哼 用洛蒙轩的父亲施压 他一定会同意的 奶奶英明 奶奶 您找我 坐吧 奶奶 什么事啊 关于婚礼的事 是奶奶不好 奶奶应该和你商量一下呢 应该尊重你的意愿 是奶奶被郑家的融资和彩礼冲昏了头脑 原谅奶奶的不好 若你不想嫁给郑家少爷 那我也无妨 奶奶 您改变主意了 奶奶尊重你的意愿 毕竟 一个家族的幸福安康 才是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家族的成员 全都同仇敌忾 各自为政 那这个家庭 一定会毁于一旦 您能这样想 真是太好了 如果啊 你要是不想嫁给郑家 奶奶想办法给你解除婚约 真是太好了 奶奶 您对我真好 还有一事 什么事啊 您说 听说固然拍下了华天集团 他一个人管理华天集团 也是力不从心呢 不如把华天集团转给洛家 以我们洛家的实力 一定可以让华天集团 再闯辉煌 您的意思是 你不是和固然挺熟的吗 你去和他谈谈 奶奶 这华天集团是香色的血脉 固然肯花三十一拍下华天集团 肯定不会轻易让给其他人的 固然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 如果他不想转让 与洛家合作 那岂不是双赢吗 如果你能拜成这件事 兴许你能做华天集团的总监 毕竟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我试试吧 真是奶奶的好孙孙儿 少弟孟轩小姐来了 什么 快请孟轩进来 是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啊 哪儿的话 坐 固然 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听说你刚刚拍下了华天集团的所有权 是啊 你知道的 洛家一直渴望得到华天集团 你能不能转让给洛家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华天集团是萧家的命脉 可是萧家已经没有人在了 而且你对管理公司没有经验 这么大一个集团 是需要专业人员去管理的 对 是这样 而且洛家旗下有很多公司 都想要跟华天集团合作的 如果你同意转让给洛家 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你觉得呢 龙轩 拿下华天集团并非商业利益 而是给我一父一母一个交代 华天集团是我一父一母毕生的心血 失去了华天集团 就等于失去了她的灵魂 我知道华天集团对你来说很重要 虽然华天集团只剩宛如一个人 但是 我会帮她重振萧家雄风 所以你是拒绝转让华天集团 如果今天来你是为了这个事 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聊 固然 不客 少帝 我看洛小姐哭了 不该问的别问 是 什么 她拒绝了你 这家伙真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洛家分明是在给她机会 她却不珍惜 固然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 她不愿意把她一父一母的血脉 当做商品一样交易 企业就是用来盈利的 否则留着有什么用 奶奶 该怎么办 这件事交给你了 你拿不下华天集团 我也无法兑现承诺 你回不到总监的位置 你父亲的医药费 也就只能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什么 你如果能拿下华天集团 我就取消正家的婚约 你拿不下华天集团 我也无能为力 奶奶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我是妮亲孙女 爸爸是妮亲老子 在办公室不要跟我谈感情 奶奶 给你三天时间 拿不下华天集团 你和你爸爸将被逐出落家 如果固然真的喜欢你 怎么会忍心拒绝你呢 我看呀 她明明不那么喜欢你 你还是乖乖嫁给正家少爷吧 正家那么大的家业 你可享清福喽 哈哈哈 我就是死 也不嫁去正家 啊 那你和你爸 就等着被逐出落家 成为向家之犬 你们有什么资格把我们赶出去 什么资格 你们对落家一点贡献都没有 还想让落家养着你们 我爸爸 我爸爸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落家了 差点把生命都给出去了 我对落家也是忠心耿耿 公司有困难的时候 是我把公司捞回来的 现在你们却倒打一耙 好汉不提当年有 那都是过去式了 现在你们对于落家来说 毫无价值 你简直欺人太甚 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 唐姐长得这么好看 这身材这么好 我猜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 你 哪个男人不好色呀 只要你肯放下身段 就能创造机会 你敢打我 如果你再敢口无遮拦 我不建议再打一次 你 既然你奶奶如此绝情 我们也不必强留 我同意退出落家 可是 您就甘心这样离开落家吗 做人要有骨气 不能再让你受这种委屈了 更不能让你下架给姓正的那混蛋 可是您的病需要高额的药费 我们离开落家了 该怎么办啊 爸就是砸锅卖铁 也不想再看落家的脸色了 爸 活该 同学 你怎么喝这么多 不要喝了 你不要管我 我送你回家吧 不能回家 嗯 嗯 为什么 你你送我回酒店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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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 孟萱 你要干嘛 你 是不是喜欢我 我 嘘 今天晚上 让我开心一下呢 哎哎 孟萱 你到底要干嘛 我要干嘛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想睡你啊 孟萱你喝多了 我不能成人之味啊 不是 装什么战人君子啊 今天晚上 我家要睡你 哎 是啊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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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 都不记得了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啊 如你所愿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你 我们不会 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 对啊 你都睡了我 当然要负责了 我可是落家的千千小姐 拜托 是你睡了我好吧 不可能 我不管 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 怎么负责 你要跟我结婚 结婚 你疯了吧 怎么 你不想负责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再说天上怎么会掉线饼呢 那既然如此 我们结婚啊 这 不会是你精心 储备的一个英文吧 才不是呢 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为了花天集团 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都听不懂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你真要叫我 你 我 我们都这样了 我还能怎么办 如果被别人知道了 谁还愿意娶我 行 那咱们就结婚 什么 你答应了 你都向我求婚了 我能不答应吗 那个 那个 固然 其实那个 我有一句话 想和你说 我骗了你 什么 我不想欺骗你的 可是为了华天集团 我确实做了一件蠢事 可是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喜欢你 也是真的想嫁给你 虎雪 如果我拿不下华天集团 我就会嫁给正家大少爷 落家也会停止 支付我爹的高额医药费 我们还会被赶出落家 我真的没有办法 不能为力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不想欺骗你 不想利用你 伤害你 虎雪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选择相信你 你真讨厌 要不是因为你 实际上我就嫁给正家大少爷了 讨厌 虎雪 我们结婚吧 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的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我有办法对付落家 可是落家想要的是华天集团 只要我们结婚 我就是落家人了 华天集团就是落家的 也是我们的 你当公司总监 我也放心 你爸的医疗费也不成问题 这样不是一举多得吗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 唐姐给雇人灌了什么米婚汤 这么快就拿下了华天集团 这你不用管 我现在关心的是 奶奶是否可以兑现承诺 让我当华天集团的总监 解除一张家的婚约 支付我爸的医疗费 并且尊重我和我爸在落家的地位 这 奶奶 你不会出尔反尔吧 这怎么会 奶奶 这也太便宜他了吧 闭嘴 罗小千 如果 你有这样的本事 你也可以向奶奶提条件 我可不会像某些人一样 靠出卖自己的肉体 获得利益 你记得我警告过你一次 我不会将任何人欺负我 你敢打我 奶奶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希望你也能像孟轩一样 为落家干出一番事宜 否则 迟早会被拉下吧 落家 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卓越贡献的人 但也不会纵容任何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奶奶 出去 孟轩 坐 孟轩 你别怪奶奶 可不 奶奶之前是有意激发你的钱呢 否则 你怎么能这么快拿下华天集团呢 这说明奶奶的方法还是奏效的吧 奶奶 我和我爸为落下做了这么多 我爸甚至为了工作瘫痪 我所希望的 就是我和我爸能够得到相应的尊重 而不是到最后 落到羡慕杀驴的下场 这怎么会呢 你是奶奶的亲孙女 你爸爸是奶奶的儿子 落家 需要你们俩 你拿下了华天集团 我给你年薪百万 同时 你有足够的话语权 您说话可要算数 奶奶是落家的一家之主 说话当然算数 那我和郑家的婚约什么时候解除 等华天集团交接完毕 我立刻去郑家解除婚约 那我和固然能不能结婚啊 你能嫁给固然这么优秀的男人 那是我们洛家的福气 你不会在偷听我和奶奶说话吧 我刚好路过 没关系 就算听到也没事 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华天集团的总监 以后见到我 记得奉尊重点 罗默轩 你不会真以为奶奶要把总监的位置给你吧 你配吗 不仅如此 奶奶啊 还同意了我和固然的婚事 以后固然就是我们自仙人了 固然是什么样的人 想必你心里清楚 如果你敢在老虎头上拔毛 小心吃饼兜着走 陆孟轩 你现在胆子大了 不要仗着有固然跟你撑腰 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 谁对我不仁 我对谁不义 我现在是洛家公司的总监 我倒要看看 谁更厉害 我倒是希望你能赢 不过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你只是一个在背后捅刀子的脚屎棍而已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我吗 陆孟轩你给我等着 听说肖家那两兄妹回来了 还把本属于肖家夫妇的股权也卖了下来 听说他还要接手华天成为董事长 想的美 我吴天祥在集团这两年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当董事长不获疯啊 嗯 无论资历还是努力 那个肖宛如都没有资格当董事长 当然 若我坐上这个位置 我会拿出百分之十的股份来 我听您的 然他签了这份无常转让书 我 立马滚蛋 好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接受华天集团的 这是你该做的位置吗 无知小儿 口气不小 这些年你们肖家对集团毫无贡献 我们不承认你们肖家在集团的地位 当然 看在肖董事的面子上 我也不像你讨论集团的损失 现在我正式宣布 你们肖家 北竹书华天集团 屈竹 你 签了这份合同 立马给我滚蛋 当然 看在曾经的行份上 我会给你补偿一百万 但是以后肖家 所有股权和专利 全部都属于我 三秒之内 离开这个位置 方子 我会让你后悔这个事 老子就在这儿 你敢动我我告诉你 我 我再说一遍 从今天开始 宛如就是华天集团董事长 有人反对吗 我反对 这些年来 我们为集团精进一业 居公尽瘁 你们 你们为集团做啥呢 差不配 当初你们这些所谓的股东 没钱没技术 连股份都是我义父应我给你们的 怎么 现在想反科为主 霸占财产了吗 我再说一遍 从今日起 宛如就是华天集团的董事长 有人反对吗 华天集团绝对不能回到你手里 我告诉你 天舞会会长方忠义 是我结拜大哥 他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五年来 还没有人敢用手指中 在座的还有什么口诈 一并叫过来 我一并绝收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去叫我大哥来 快 喂 哥 我被欺负了 你来帮我 什么人如此放肆 敢欺负我的兄弟 哥 你可算来了 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啊 这是谁干的 哥 就是他 就是他那个杂种 把他给抓回去 让他牢底坐穿 放心 对于这种凶途 我绝不顾兮 哥 你快抓他呀 闭嘴 属下方忠义 拜见顾公子 怎么 你要教训我 属下不敢 起来吧 哥 这是什么情况啊 闭嘴 雷丽 好 列数一下这个人的罪够 吴天祥 华天集团股东 借其职权之便 先后贪污公司公款 高达数亿 另外 另多次借其股东身份 对女员工行不轨之事 甚至导致一女员工受辱之后 跳楼身亡 顾公子 是我交友不善 今日之事 我有责任 不该清醒她的话 哥 他们可是金兄弟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闭嘴 你干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 你就是该死 顾公子 我这就把她带走 走 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小婉如 你收俩给我 我叫小婉如 明天我会来公司上班 并亲手接管华天集团 请多多跟着 高手啊 藏得这么深还能发现我 你是什么 不必知道我是谁 在我们罗大尔吉兵前 你必死我 你是罗王的人 算你有见识 罗王 我看你是来找死 废话少说送你张鹿 呃 跪下 说 谁派你来的 你知道我们的规矩 我们是不会轻易说出雇主名字的 我本应该取你姓名 但是我希望你回去说一声 尽管放马过来 乖 去查一下金海龙王分部 谁要啥本事 是 对不起 哥主 属下无能任务失败了 什么 是固然 肖家养子 为什么不细查这家公司 居然接下这么个烂摊子 少帝有消息 罗王分部已经查到了 好 今晚开始 走 对了 落下小爷年轻的面 您看 走 现在就去 奶奶 固然来了 哎呀 姑公子 您终于来了 那您久等了 快 来来请坐 小倩 小倩 快给客人倒茶 哎 不好意思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不好意思啊 顾公子 听孟轩说 你同意将 华天集团 转让给落家 是的 我跟孟轩呢 马上就要结婚了 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华天集团是肖家的产业 既然奶奶这么明智 让孟轩担任总监一职 我想 落家跟肖家 一定会强强联手 飞黄腾达 顾公子说的好 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奶奶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毕竟当公子总监这事儿 我很顺手 那是当然 你可是我们落家的顶梁柱 公司能有今天 都是你和你爸的功劳 奶奶 华天集团是肖家的产业 我希望由宛柔来继承 担任董事长一职 但您不必担心 由于是合作共赢 只会对落家的事业有帮助 郭公子 有件事 我不知当巧不当做 可否将华天集团 转让给落家 卖给落家 落家愿意出三十亿 购买华天集团 华天集团我是不会卖给任何人的 否则我也不会吃剧自拍下来 既然你跟堂姐都要结婚了 那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华天集团是肖家的产业 应由肖家人来继承 宛柔是肖家唯一的血脉 我必须尊重我义父义母的在天之灵 也必须尊重我妹妹宛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华天集团跟我们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唐姐也只是个职业经理人罢了 根本没有办法失去 华天集团我不会卖给任何人 这是底线 顾公子 我们洛家可以把华天集团经营得更好 如果你们只是为了得到华天集团的话 那我可能是误会了 我们走 顾公子 有话好好说 奶奶 咱们不能丢了洛家颜面呀 你懂个屁 奶奶 如今的固然 已经不是从前的她了 她才是洛家的靠山 如果奶奶真的打消了合作的念头怎么办 虽然奶奶一心想买断华天集团 但是华天集团是肖家的非卖品 如果她只是寄予华天集团的发展前景 那最聪明的方法是合作 没有选择 那如果奶奶真的后悔合作了怎么办 那对我没有什么损失呢 我相信在宛如的掌控之下 华天集团一定会飞煌通道 有道理啊 放心吧 我们已经赢得了心理战 奶奶还会再召见我们的 没有华天集团的技术扶持 洛家在这个领域举步为坚 真的希望奶奶能够想明白 洛蒙轩这叛徒 让他去搞定固然 不是让他去当肖家的走狗 话不能这么说 孟轩能跟固然搭上关系 是我们洛家的福气 只有他们结婚 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华天集团 否则 我们只是华天集团的附属品 这洛蒙轩真是走了狗屎运 没想到固然这丧家之泉 能有今日的风光 我们要放下身段 步步为营 华天集团迟早会是我们的 还是奶奶英明 哼 少帝 这里就是罗网分头 站住 好大的胆子 还敢拦我 你一个人也敢拦我 一个人也杀不过瘾 语气征服 就凭你 这次有月楼兄相助啊 杀过人那小子 必定是收到起来的 这兄弟客气啦 我们两家强强联合 任谁也难逃一死 事成之后 必有重情 明日 我们便用这强制手段 击杀此子 不用明天 本事来了 你是故人 这么猖狂 原来是有随从跟着啊 两个小兔崽子 毛都没长齐呢 他知道什么 说吧 谁下单要我的名 无知小儿 我们两大阁主在此 岂能容你造词 难不成你觉得 今天你还能活着出去 不是好歹 机会给你们了 是你们自己 会知道珍惜 最后一击 假男的到底是谁 你们虽然很强 但我们罗网 依旧是你们招忍不起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请总部大人来帮忙了 好啊 向总部就支援了 什么事啊 天罗大人 有人杀上我们罗网分部了 好 放肆 是谁这么大胆 我罗网事先白菜 还没有人敢这么挑衅过 我不管你是谁 莫非你是活腻了不成 我天罗告诉你 立刻滚蛋 否则 灭你满门 骗解不了 听到了没 快离开这里 否则死的 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天罗 你还记得我吗 你在我脚底下跪过 小子 你敢这么对天罗大人说话 只有死路一条 你闭嘴 少帝大人 是您吗 你是少帝 看来罗网还认得我啊 混账东西 全都给我跪下 你们是怎么招惹的少帝大人 你们是想着罗网全军覆灭的呀 他们还派人来杀我 蛮有意思的 少帝大人 这分路做出来的事情 不管其他人的事情啊 我看罗网的二十五个分部 也不用存在了 跟你的雇主说一声吧 是 天罗你 请遵少帝之命 现在可以告诉我 谁顾你会杀我的 是三大猴族 联手出佣金取你性命 三大猴族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 归在我义父义母分前 归地忏悔 好 罗网出手 不死不休 固然那小子 躲得过第一次 他突破第二次 什么 为什么罗网退单了 他 不好了 有个疯子杀进来了 我家少帝吩咐 杀一半 留一半 你是何人 华夏战区总校 少帝的贴身护卫 你们两个 今天必须死一棍 找谁下手呢 你杀了我爸 饶我儿子一条性命 好不 好不 我家少帝吩咐 留你一命 你 另外 少帝说了 萧家二老的近日 恭候大家 当初涉事的人 都要跪在萧家二老坟前 忏悔 是 少帝 您的命令完成了 听说那周家主 傍言要我陪葬 蝼蚁罢了 少帝不要在意 我倒是要看看 本少爷去了 他是否真的让我陪葬 苏家爷一起去一趟 是 走 我 谢谢 玉冥 一定要替孕儒报仇啊 他死得好冤 天 这小子如果真的敢来 竟然有来无悔 替孕儒报仇血痕 听说 那小子有点来了 哼 我已经请了陈宗师为了致上 天 他就是愚悔的 如若不 便是以为致杀的份 江南无尊之一的陈宗师 有陈老在 就算这小子有点本事 也难逃被震杀的范子 你就是在婚礼上 杀了我女儿的那小子 周韵儒的死 是我向周家讨的第一份债 是 哈哈哈哈 你以为 我们周家是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吗 陈宗师 你来了 就是这个小子 杀了我女儿 现在还敢上门来造反 哼 那我得给他的颜色瞧瞧 陈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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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啊 你要干什么 当年你活动金海伎的家族 灭我萧家 今天我就来取你性命 你 姑子 这事跟我们周家没关系 这都是程家少爷惹的话 如果不是你沟通金海伎的家族 程家怎么可能灭我萧家 姑子 我们与你们冤无仇 求你饶我一命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 姑公子 你已经杀了我女儿 难道你还想灭了我们周家 当初你们将萧家灭门 今天我就要一押还押 姑公子 我们知错了 求你饶了我们 饶了我们饶了我们 八日之后 是我一父一母的忌日 不要你们跪在他们二人坟前 叩头忏悔 不要取下你们的头颅 祭奠他在天之灵 还有 当年周家参与此事的人 一个都不能少 全部到我父母坟前 少一个 后果自负 黄八蛋 我就算 获出我这条狗命 我也要宰了你 杀了玉如 还来大脑灵堂 绝对不能饶了他 周家已经解决了 苏家自然也该解决了 少帝 这是苏家的资料 去找苏玉 是 两位喝点什么 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 那是来干什么的 报仇 你可真有磨 我从来不跟美女开玩笑 这嘴可真甜啊 这两杯酒 算我请你们两个的 我本来应该说声感谢的 不过 我属实说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 我从来不跟我的仇人讲德行 你是什么人 你想知道吗 你说 现在知道了吗 你 还从未见过 敢在我苏玉脸上破酒的人 这是你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倒是挺好奇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的 我就是想激怒你 看清你的嘴脸 那你成功了 把我的衣服舔干净 不然我就打折你的腿 让你这辈子都躺在轮椅上过 我今天来 是要给你一份礼物的 你已经给了我一份很大的惊喜 不不不 还有更刺激的 什么礼物 我倒是 我们俩有何缘仇 想当年 苏嘉莲和其他家族灭了萧家 其中就有你 小姐 我今天来就是来取你的狗命的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你要是敢在这里撒野 小心 我让你没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今天你也应该没有机会了 你可知道我苏家在京海的势里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寒毛 我让你死不造身之地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苏家有多大门事 你已经死了 只不过 时尘未到 如果我死了 我们也会在地狱相见的 是 八日之后 是我义父义母的忌日 周家所有族人 在我父母坟前跪地忏悔 周家所有族人 在我父母坟前跪地忏悔 我会举下你的头 祭奠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你笑什么 还从未有人敢在我苏玉面前大放厥词 那你真是见识结果了 记住我说的话 我最讨厌说鱼的人了 我们走 雷丽雷丽 你醒醒啊雷丽 我没事 我只是 有点累了 雷丽 你还没跟我一块给小家报仇呢 雷丽 你不能死啊 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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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啊 雷丽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